疼吗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华少美 我又回来了啊 我又回来了 我又把这个 我还是打算把这个更新完 对吧 然后遮阴暖 哎就画面太 为什么要这样呀 你俩是要接吻吗 哎哟 真是受不了 阴暖帮我擦去脸上的血迹 他的动作很轻很轻 轻得像是被一片羽毛触碰 哇 为什么一上来 我昨天为什么要卡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一上来就这个样子 还记得吗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送了我一只蝴蝶 现在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 这个太太那个啥了吧 你不会亲我一口吧 那我要删你一个大嘴巴子 准备浴桶烧好热水 叫人族的裁缝过来 你要把我煮了吗 你要把我猫猫侍从 是 进去洗个澡 先把自己洗干净 半个时间后裁缝你 他要送我衣服 那要是洗不干净呢 为什么要让我洗干净呀 我好怕 我好怕怕 洗不干净那我只好 哇靠 为什么突然之间进展的这么快呀 哎呦 不要看我好吧 眼神突然变得凌厉了起来 亲自带人进去帮一些 哇 准备的眼睛闪着皎洁的光 像是温柔的哥哥在威胁不听话的妹妹 然后等着你害臊的跑进去 哇 我真受不了 他就想看本姑娘红着脸跑进去 哎呦 什么都哎 为什么这批莫名其妙的一开场就变成这个样子呀 哇 太恐怖了 反聊一个 想看本姑娘害羞做梦吧 云暖 其实我怕水 一看见水就投晕 你以前没跟我说过 这要怎么办 你可以和我一起洗吗 你在我就不怕了 群姐在眨眼 云暖 憋红了脸 坏哥哥被打回原型 你在装 其实我也这样你知道吧 我要是跟女生 我以前 但是我现在不跟女生 开这种瑟瑟的玩笑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以前如果跟女生 开这种玩笑 女生要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吧 我就跟她一样 你知道吧 然后我也怂了 就这差不多 好了 洗澡前 你握一下我的手 我就不怕了 握一下手 你哪微微一愣 慢慢动 你们俩进展太快了吧 莫名其妙好吧 食指交靠 长心柔嫩的皮肤 互相磨 杀 传递着彼此的温度 我瞧见他眼中的 羞 慢慢退去 换上一种更深沉的颜色 我不会 我会在外面一直守着你 你不要偷看我 好吧 阴暖你个大傻瓜 这个阴暖好感增加了 沐浴之后 裁缝为我量体裁衣 我要变漂亮了 明早 明早之前 务必将衣 明早之前 务必将衣服感知出来 是 家主 礼物是衣服 你有一夜的时间去猜 礼物不是衣服 可白天的事情 我心里总觉得不爽呢 出发隐藏剧情 啊 他的尾巴跟别的人缠在一起了 哇 云暖微笑 你喵脸红 宝宝好气哦 啊对 我那个是 因为我白天那个什么了 我选的是有点不爽 所以我出发隐藏剧情了 云暖 上次的猫语课 我还有不懂的问题 今天可以请教你吗 当然可以 哪里不明吧 云暖 猫的尾巴可以随便摸吗 尾巴根本不可以 但是神经所在 非常的敏感 呦 那尾巴缠绕在一起 暧昧的互相摩擦摩擦 是什么意思 嗯 暧昧的摩擦 你说的是猫之间互碰尾巴吗 那就像你们人族的握手 表示友好 云暖的样子很坦荡 看不出丝毫的影嘛 可是我心里还是好不舒服哦 云暖 我可以跟你的尾巴 友好的握手吗 他要握他的尾巴吗 云暖毫无防备的 把尾巴伸了过来 那我可要开始了 啊 感情好羞耻啊 轻轻地握住云暖的尾巴 啊 烧 云暖笑容依旧 哲家家主你好 我是小禅师 很高兴认识你 笑小禅师你好 阿南也很高兴认识你 他要 哇 我手无不良了 这干什么呢 你们摸个尾巴而已啊 慢慢地划过 柔嫩细腻的毛发 忍笑有点痒 云暖衣就没有插着 握手也没有这么握的好吧 握手 男的要是这么握女的 那就是流氓 你们知道吗 女的握男的 倒是不知道 倒没有什么 不懂 你知道吗 那么接下来 他是要握他的根部 太可怕了 轻轻地触风一抖 这是尾巴的根部 不不能乱摸的 不熟的会挠你的 哦 坏心眼的画着圆 又一抖 我来骂他 哪会挠我吗 哇靠 别吧 试完道子结束 请购买 讲你 哇靠 哇 这个太炸了吧 OK我买完了 我买完了各位 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 一个人自愿的 背后根本没人指使啊 我是买营养块 限度不眨眼的男人啊 知道吧 折云暖 手 别闹了 折云暖的脸憋着通红 从喉咙的深处 发出一声 颤抖的叫声 这也太羞耻了吧 喵 别闹了 阿暖 看见你对其他人笑 我心里会觉得酸酸的 你看 现在 我好难过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这么说 哇 这个游戏的剧情 为什么突然变得好怪啊 莫名其妙的 为什么变得这么越来越羞耻啊 虽然是个小傻瓜 等于 暖的眼眸 深沉又温柔 我从里面看见了星空和海洋 以后 你来教我人责的礼仪和语言 把你表达悲伤的方式 表达开心的方式 通通告诉我 好吗 这个教不了 好像我自己都不知道 好吧 我是人我都不知道 嗯 偷偷的戳一戳 羊你干嘛 刚刚你使坏的时候 可是什么都不怕的 又一戳 云暖大坏蛋 我受不了了 为什么你那么可爱 折云暖好感又增加了 啊 别的人呢 现在就遮云暖 没看到别的人呀 就别的可以攻略呢 对吧 教子轻轻的黄过 什么礼物呀 这么神秘 把这个带上 我要变成那个仙女了 我要被皇上看着了 皇上 我看到皇上那个仙女 就是带着这样的东西 你们知道吗 然后皇上该 抢我了 你们知道吗 他们该争夺我了 肯定的 是 你圆了我的愿望 阿暖也会努力 圆你的愿望 轿子忽然一颤 到了 我们走吧 哲家家主 写专属猫奴道 啊 我变成专属猫奴了 VIP 星 星际月大典 别怕 有我在 一愣 不可能 不可能 呆住 过盘掉在地上 你看看我 哈哈 江夜莹 你个小贱人 你看我 我比你 屌多了现在 那可是跑 跑死了三四匹马 才送到的水果 你要拿什么来陪啊 啊 你拿什么来陪 你陪得起吗 你个小贱奴 云暖牵着我的手 坐下 全是猫屎 没有我吃的呢 我这边似乎空了些 没料到云暖 云暖会突然有了 专属猫奴 来人 给哲家家主 加菜 加菜 云暖 想吃那个 星月吃的 那 哦 星月吃的那个 我想吃星月吃的那个 还想那个 也是星月吃的 还有还有 你个子这么小 吃得了吗 哼 吃不了就带回去呗 哈哈 爽 哎爽 云暖的猫奴 我胃口可真不小 哎 我就胃口不小 他的胃口确实比别人大 不过按照星月大人的 大人的一样 来两分 就刚才好 哎呀 米滋滋 他喜欢云暖 这个星月 肯定是 扑 瞧你的 你瞧星月脸都绿了 小傻瓜 你都吃到脸上去了 忽然皱了皱眉头 怎么了 没事 怎么了 为什么皱眉头 勾勾爪子 喵 完了 这皇上看上我了 完了 皇上看上我了 太可怕了 陛下 继续勾勾爪子 喵 陛下 你以前可是不喜欢其他人坐到前面 哈哈 星月 你也完蛋了 你们都完蛋了 我要弄死你们 我要报仇 这地方三个人坐不开 你要是让他坐过来 星月就识气的腾个地方了 那你滚蛋吧 别求情了 快让他滚蛋 云暖呼揚捂住胸口 啊不行 云暖不行了 云暖怕我被那个什么了 你们知道吗 怕我被陛下抢走 然后他假装 然后他又把我带走 阿暖 还不舒服吗 没事了 好得这么快 小傻瓜 你要是被看穿了 以后怎么在猫皇宫里混 被看穿了 是啥意思 为什么我会被看穿 他 为什么你老对我闪光 眼睛老对我闪光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被看穿呀 只是猫陛下叫我 叫我上去 你该不会吃醋了 阿暖脸红的样子好可爱 话说回来 你可真的是演技派 连额头上的汗都憋得出来 他应该不是演技派 你们知道吗 他应该是真的紧张 他就是他觉得那皇上对我有意思 他害怕 你知道吗 唉 我都懂了 云暖笑而不已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的笑有点勉强 从今天开始 哎呦声音有点大 从今天开始将进行筛选比赛的最后一关 综合实战 这一关难度将远高于你们之前的训练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 我现在还是猫奴嘛 我还是普通的猫奴嘛 为什么 我不是专属猫奴了吗 我还要训练 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只猫主子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猫主子 一个半月的时间照顾好才能过关 下面来领你们的主子吧 来领你们的主子吧 啥玩意儿 可是到我的时候 蓝正教习 我这捡到了一只小土猫 好像是被父母丢弃的 能不能拜托你的猫 他要使坏了 他一人领一只猫主子 他给我领了 弄了个小土猫 肯定是 然后让那土猫折磨我 身体健康可以 瞧瞧去找个你喜欢的人吧 哇 好可爱 小眼瞪大眼 大眼瞪小眼 可能这有缘分吗 哇 你这个贱人 你完了 你为什么要拆散我 拆散我跟云南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小家伙你是不是要死了 啊 果然他恼我了 你看 这个都是那个谁教他的 都是那个心血教他的 我叫蚕食 以后会好好照顾你 生无可恋恋 他根本不喜欢我 你喜欢吃什么 我回去做给你吃 依旧生无可恋恋 我抱抱你好不好 解忧 畅畅 他喜欢解忧 啊 不是那是解忧的小猫 我也抱抱你好不好 瞧瞧的眼中 有种看破红尘 藐视众生的 犀利 我这领了个大爷回来嘛 哇 他又恼我 你为什么老恼我 你 指着自己肚皮下面 肚皮下面咋了 原来你是个小姑娘呀 喵 啊 小姑娘 你将像真实的养猫一样 从头照顾一只玩着的小猫 你需要每天为他喂食 提升成长值 教育他 提升优雅值 陪伴他 提升好感 一个半月时间 总共有12次机会 瞧瞧优雅大于20 成长大于20 好感大于20 有特殊条件 赌上性命 来养一只喵大爷吧 难度叫大请存盘 猫猫猫现在是第一个月上旬 我领到的小猪子可皮了 我的也是 该怎么办 悄悄告诉你 找个没人的地方 揍一顿 哇 你们太太那个什么了 真的行吗 反正他又不会说话 揍一顿保证乖巧 还有这种操作 我也要揍他一顿 听众就拿 揍一顿 哪是没人的地方 我要揍一顿 我是那个黑暗黑保姆 最近保姆新闻老是出那个啥 你们知道吗 我看那个新闻 给我气的 我就想 我们家孩子 如果以后遇到那种保姆 要是让我知道了 我 我非得揍死那个保姆 照顾乔乔 钓鱼 御花园 我应该去哪 保存一下 照顾乔乔 乔乔 他到处都拉屎 真恶心 我想打人 怎么办 揍一顿 我要揍他一顿 我把乔乔揍了一顿 改了吗 不揍你 你都不知道 好赖你这一天天的 优雅大量增加 加六 啊 就得揍一顿 好赶大量降低 降低吧 没事 我想 瞧瞧长得快 得给他喂点 喜欢的小鱼竿 好像 苗皇宫那边有钓鱼的地方 我要去给他钓鱼了 孩子不听话 就得揍 你们知道吧 送礼物 喂食 我啥都没 没得送 中午 日照刚头 我要去钓鱼了 鱼 鱼胶沉了一下 钓了个大家伙 拉上来看看 消耗体力石 哇 这是啥 鱼鱼放我回家 好不好 哇 好可爱啊 鱼鱼 求求你 哭出的眼泪 变成了珍珠 哇 总觉得自己 掉到这个东西之后 身上有一种 奇妙的气场 改变了呢 欧黄之旗又上升了 我好棒呀 夜晚似乎是个 约会的好时候 我要去约会了 风时期 哲云的 哇 太可怕了 我还是不约会了 我照顾求求我 我还是 御花园 我去别的地儿 我要去御花园 看看 猫厨房 我要去御花园 看看 先去没去过的地方 来到御花园 采花捉蚂蚱 有啥用吗 有啥用吗 采花捉蚂蚱 我是一个美女 我要采花 捉蚂蚱太粗俗了 不配我这种美女 得到花束 这么漂亮的鲜花 应该可以做礼物送人吧 我可以送给那个小猫 夜深了 现在是第一个月的中旬 又是狸 没想到 你竟然活着出来了 真是可惜 兄弟们给我上 阴魂不散 阴魂不散 我应该温柔一点 什么人 这边 快跟我来 你是 我们都是在猫皇宫里 被猫皇宫里 被欺负的人 我有伙伴了 他是我的伙伴 在门上敲三下 什么人消失了 人去哪了 请找到门 这呢 哇 金碧辉煌的地方 欢迎来到虚日阁 我的朋友 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 只要你付出相应的代价 不会让我充钱吧 狗贼 你要再充钱 我可走了 秀一秀秀 你身上有许多有趣的味道 被囚禁的狗 高贵的病猫 凶恶的土猫 对了 还有一个新的味道 这只土猫很危险 能随时给你 这只猫很危险 能随时给你杀生之祸 是谁 打扰了 打扰了 我们的服务是物操所值的 这是我的名片 需要随时找我 点击收下 地点老鼠洞开启 啊 它是老鼠 这里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物品 出售 在养成中得到的宝物 还可以 托它给男主送礼物 啊 要去哪 我要去老鼠洞 我要 我要把那个珍珠卖了 我去老鼠洞看一眼 怎么样 去老鼠洞看一眼 后来到虚指哥 我的朋友 这里无所不能 无所不有 卖东西 我的珍珠 500金钱 我有钱了 给男主送礼物 买东西 只有什么 我现在有50500 我靠 我这么有钱啊 逗猫 逗猫棒 可以送给乔乔 再买 给男主送礼物 如果你没有时间追求男神 我们可以把心意送到 花树 送给谁 我为何要送给玄默啊 他老欺负我 我有病啊 送给哲语暖吧 哲语暖对我比较好 我再给买个逗猫棒 再买东西 再买个小鱼竿 我现在怎么这么有钱 我无敌了 我还有哪没去 猫厨房 制作小鱼竿 我没有制作小鱼竿的材料 我浪费了一个时间 我不要照顾这两个男人 你们知道吗 我要是照顾乔乔 又被他挠花了 揍一顿 乔乔是在磨爪子 恶作剧 应该是在磨爪子 我给你准备了新型的抓板 材质优良 效果出众 满意的微笑 喵 乔乔的优雅 大幅度增长 增长到12了 厉害了 要想乔乔长得快 得给他喂 喜欢的小鱼竿 好像喵黄宫 北边 钓鱼的地方 我知道了 送礼物 逗猫棒 得到骂蚱 猫 猫是从 我一去御花园就碰着奇怪的人 猫是从 快滚快滚 我家家主一会从这儿过 猫奴快点滚到看不见的地方 否则隔杀无论 谁要看一眼就要被杀 是金家家主 这位家主特别讨厌人族 金家家主好像很少进攻的 记得大点他都不出现 我听说好像出了大事 金家大小姐失踪了 金家大小姐 金家大小姐 我要找到金家大小姐 我再去照顾乔乔 叫个不停 他可能是 害怕了 他害怕了 他害怕下雨 打雷别害怕 有我在你身边 乔乔好感增加了 想要乔乔好得快 得给他喂小鱼干 好像 喵黄公 我知道了 你说几遍了 打死你 逗猫棒 我不要给他骂着 我有钱 我给他 好多东西 时间马上就要用尽了 我还啥都没干呢 我 乔乔你去哪了 房间空洞 窗户为什么开着呢 我出去的时候 明明锁着了 有只幼猫落水了 怎么可以 乔乔 远处有个人眼 龟龟碎碎的 看向这边 是谁 这是金家大小姐 肯定是 是你自己不小心 落水的 我的乔乔 你看见谁害了你吗 乔乔好可怜 乔乔的小宅子 勾住了我的第一脚 因为害怕 一个劲的颤抖 追查 谋害乔乔的人 可能会 扳倒我的势力 但乔乔现在又很需要我 追查谋害乔乔的人 可能会扳倒 针对我的势力 哎呦 我陪伴乔乔吧 乔乔现在 很 很那个什么 很害怕 我不追查他们去了 反正 我无所谓 我抱着你回去擦水 擦干水 好不好 别害怕 好感增加 哎 我知道了 读打 咱们可以送乔乔礼物 为什么要去追查呀 对吧 咱们送乔乔礼物 送 送完 送完晚了 不就得了吗 然后咱们可以去追查 对吧 哇 哎 我发现晚上 一定要去那两个男人那块 去男人那块 又聊男人 然后这个猫 看着 然后他又 他能学会东西 你们知道吗 这个猫 变听话了 他就 瑟瑟发抖 过来吧 以后你要听他的话 不准欺负他 我命令你过来 否则就吃了你 乔乔颤抖着走过去 风十七搂住乔乔 揉了揉乔乔的脑袋 你们睡吧 我守夜 乔乔优雅大幅度增加 就是 一定要去见那两个野男人 你们知道吗 不去见他俩 不行 乔乔跟十七好了 狗爹的光辉 时间马上就要用尽了 但是我这个乔乔 已经很好了 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回到这个地方 咱们要选择去追查 追查 追查陷害我的人 命运改变 我去追查你 我追过去 那个人慌忙逃走 在路边发现了一只掉落的耳环 似乎是那个 匆忙之间不小心掉落 这耳环形势 江玉莹 小贱人 我就知道是你 你完了 得到江玉莹陷害 乔乔的证据 江玉莹你想陷害乔乔 你死定了 我 我绝对不原谅你 这个江玉莹以后出现任何东西 我告诉你吗 我要弄死他 他去哲云奶家洗澡 他要上哲云奶家 然后他就变得优雅了 因为哲云奶他家特别棒 然后他见过大师面了 你们懂吗 你知道大猫如何照顾小猫 没兴趣知道 要是小猫把自己弄湿 大猫就会一点点把他身上的水舔干净 哎呦 你哪里色情了 你干嘛说话 非得对着耳朵说呀 有病啊 真的是 来看一下你们这关的蚕食 肥肥胖胖 nice 姿态优雅 蠢的可爱 nice 过关了 我这 你是谁 等等 金家家主来此 不知道有何事 哇金家好帅啊 金家家主 鱼冷不一样 他身上有股恶寒 像是来自地狱深处 看不见光 别的猫看我的 看我的眼神都是鄙视 他的眼神却像是看死人 漠然就想到了 乔乔那张生无可恋的脸 不会乔乔是金家家主吧 不可能吧 带我 乔乔 乔乔是他妹妹 哇 我太天才了吧 嗖 哇乔乔是他妹妹 玩够了没有 在了家出手 加法伺候 哇 金家的小姐终于找到了 完了 金家小姐跟我好了 哈哈 你把金家小姐送我手里了 了 心悦 你个大傻子 还好 乔乔没有事 又有一点事 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你罪过老大老大了 他问有事 我不会放过任何人呢 帅 不过听说这次 比赛中有猫奴 为了让小肘子听话 竟然动手打小主的 我没打 啊 我之前打了 我跟你们讲 这次我重新 重新玩了之后 我没打 我没打 哈哈 我没打 呀 你胜利通过比赛 他又不会说话 揍一顿保证乖巧 忍住忍住 我忍住了 哎 我没打 瞧瞧摇头 他没有 我没有欺负他 那便算了 看到了吗 看新月表情遗憾 遗憾吧 哎 我机智的很 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前几日 啊 我找到了他手下的耳环 嘿呀 我感觉他个得我手生疼 家主 全时有一件事情要忏悔 全时照顾小姐不周 应该受罚 前几日我 害小姐落水 受了很大的惊吓 落水 一 小 小安逸死死的卡住我的脖子 那力道让我喘不上气 余光撇过去 我瞧见 姜玉莹的脸色 微微变了 变吧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姜玉莹 我赶过去的时候 他才被人救起了 浑身湿透 冷的打颤 你竟然 啊 痛苦 家主饶命 越生气越好 越想杀人越好 哈哈 家主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那天小姐差点就救不回来了 让你恨之入骨 瞧瞧 扯 扯住 小 小一安的头 拼命摇头 不是他 那是谁 摇头 喵屋 没看见 家主 我有罪 这次比赛竞争激烈 有人为了打压我 竟然对乔乔下手了 就是他俩 跟他是他俩 但是那个 新月也很心急 你们知道吧 新月肯定让江玉莹 那个 出来受罚 但是 我罚了江玉莹 我也爽 你知道吗 就是爽 那是我追过去 捡大尔环 是下毒 下毒手之人 匆忙 之间掉落的 萧一安把我重重的摔在地上 异度之大像是被铜锤 狠狠的砸了腰 可我好想笑 我知道 我刚才受到的痛苦 即将千倍百倍的 还到另一个人身上 那人 在脚上也抖在下个白面筛子 是谁的耳黄 嗯 家主 家主对不起 我不知道 乔乔是金小姐家 金家小姐 家主 是新月大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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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啊 妙啊 你 你为了赢得比赛 签作这种认识 我看错你了 新月大人 为什么你不是说 我跟着你就能步步高升 弄死蝉寺 蝉寺那个小贱人吗 不知悔改 死到临头了 还诬陷本宫 拖出去打死 哈哈 打死他吧 哈哈 我开心得很 听说有猫奴 有奴 他被处理死了 逢次的是 下沙 令的人不是小家家主 却是新月 江玉盈 因新月而上位 也因新月而死 所谓同类相杀 能互相残杀的 也只有同类了 突然好想笑 哎 我笑死了 我都要 我好开心啊 这个游戏让人心情愉悦 你们知道吗 蝉寺园 请跟我来看看你的新房间 我却说话都客气了 哇 我有新的房间了 我死人的党 你?!?